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創意比財近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錢投資 首先大盤指數 所謂的一個漲五十幾點 今天又小跌二十幾點 指數的空間真的不大 所以目前的盤勢 你不用在意大盤指數的變化 你看 從十月到現在為止 經過了三個多月 指數的空間真的不大 所以目前的一個台股 大概有1600多檔的股票 一定是有些股票是往上 有些股票是往下 加權平均的結果讓指數不動 你要選的標題 當然是會往上走高的 中小型的基歐股 這一個看盤的重點 選股的方向我已經講了一陣子 我希望你要選對股票 今天跟香港亮燈漲停板 再創波段新高 來到399塊錢 它的表現確實是比大盤強很多 從十月份以來的看控 我們所給你一個績效 光是這兩趟相當驚人 已經快要翻倍了 經驗度大多頭行情 我會再跟你闡述 在台股沒有爆量失控的情況之下 任何的壓迴跟我站在買方 股票看支撐 所以一檔股票 如果它的基本面有成長性 要預設什麼高點 我們對於這檔個股的一個操作 從十月份台股不動的情況之下 所帶給你的 難道不是波段行情嗎 十月三號的抗控 營收率也新高 年長的高達138% 很漂亮 形態突破 要衝出去的當然要買 發動點的買點 買在2 3 4.5 買完之後 它上去之後回檔 再低接 再低接 給你兩次上次的機會 10月18號的抗控 243平賣以下再低接 低接完之後 20號漲到279.5 一張都沒有賣 我直到10月30號 377賣 這樣一買一賣 大概76% 168塊錢的利潤 所以怎麼進了 怎麼出的 很乾淨俐落 所以強勢波動的股票 我也講過 當它有修正 來到短線支撐 跟我卡位 跟我低接 所以對於抗控的一個架構 我377有賣 10月31號 分盤交易 它量說強勢整理 337接回 337接回 很漂亮的成績的位置 因為缺口叫短線支撐 缺口就叫短線支撐 強勢波動的股票 它表現比大門強太多了 來到短線支撐就跟我接回 你377有賣的 337差了40塊錢 有我的抗訊 帶領你操作 你就敢接啊 很多人怕高價股 怕高價股 是因為你沒有賺到 它可觀的財富嘛 如果光是10月份 這一波段76% 你賺到了 而且高點 你跟我出的 差了40塊錢一個 控控 來到缺口之稱 你就敢跟我接回啊 10月31號接回的動作 隔天11月1號 跌啊 黑價棒 我說還可以低接 當天高速會員 340可以再低接 11月2號 又沒漲 看法沒有改變 我還告訴你 強力的支撐在這裡 你買在337 340附近 你是在怕什麼 對 一檔個股 那麼漂亮的強力支撐 守在這邊 你在擔心什麼 他如果真的有下來再加碼 這我當時都給你看拔嘛 是不是 所以人講的盡量講 尤其在昨天 整個看過 高資財整理7天 我說今天8天會轉折向上 如果你知道一檔股票 今天會轉折向上大漲 昨天要不要買 昨天要不要再度的加碼 問問你自己 對 做股票看的是未來行情 如果你知道一檔股票 明天會大漲 下禮拜會漲更多 今天要不要做出買進的動作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只是說你有沒有看到未來 所以整個康控 既然知道今天會8天轉折向上 昨天康控整理7天轉強 354再加碼 昨天的康控 收363 今天的康控果然8天轉折向上 亮燈漲停板再創新高 來到399 這一次的一個承接位置 337 340 以及昨天加碼單354 三筆單都大賺了 包括昨天加碼單 一加碼 尾盤一樣收高 是不是 昨天這樣的分析有沒有幫助到你的操作 昨天的康控告訴你今天8天會轉折向上 知道今天會轉折向上 昨天的康控354再加碼 加碼完之後收363 當天就賺9塊錢了 今天亮燈漲停板又多賺了36塊錢 光是這兩個交易日 昨天加碼單賺了45塊錢 買個10張45萬 這是什麼行情 這叫大多妥行情 雖然指數不動 大盤不動 如果你買的股票是像康控一樣 是沿路往上走高再創新高 你會覺得你能選股的方向 真的有獨門之道 跟別人不一樣 對 你是看大盤在做股票呢 還是看基本面在選股票呢 這是有差異性的 所以整個康控的一個架構 這一次337 340 以及昨天354的加碼單 都大賺了 不為過 光是10月份的行情到今天 兩次的一個操作 快要翻倍了 快要翻倍了 我給你的承諾 我說過我會實現 你上個禮拜加入我翻倍會員的 我有沒有給你最大的績銷 我不會吹牛 我也不喜歡畫大餅 時事求是 這兩康控 從3月份操作以來 當時候股價從92塊錢 要走噴出段 你看基本面多麼棒 已經說早就大幅成長一倍以上了 3月24號從92 要走噴出段開始買 來到4月5號138賣 這樣光是一趟53% 5月26號打到117支撐進了 站在買方 上去又是一個大波段 累計的報酬率138% 215賣 7月19號嘛 8月23號這邊又賺了一趟 215再賣一趟31塊 很清楚吧 那這次的一個 康控的一個操作 這兩波段 加起來的報酬率 我已經沒辦法算了 因為康控很多次的一個 比如說價差的利潤或是加碼單 我都沒有算在我們的績效 不過你只要是我忠實的一個老同學 從3月份 康控操作以來 你有看我節目的 到今天你絕對是大賺 沒有一個人會賠錢 從90幾塊錢到今天 創下歷史新高的399 399不是讓你吃大飽 是要讓你賺大飽 對吧 從低檔區到現在 如果你一張都不賣 你真的賺翻了 當然我不可能 這種波段的一個操作 不可能從90幾塊錢買完之後 都不動作 高點都不賣 高點不賣 接下來新委員怎麼低界 所以這是一個很務實的操作 最重要是每一個大波段 我都有掌握到 你所看到光是10月份的行情 234.5到377 這樣76% 打下來337 340 354的加碼單 照顧不誤 低點上來然後短線缺口之間 就買就加碼 這樣上去不是又一大段嗎 今天你所看到的 康控最新10月營收歷史新高 年長率高達162% 所以為什麼這檔股票 我可以操作那麼久 對不對 從我3月份開始買 進行康控的同時 它的營收的表現跟距離比較 是不是大度增長 越漲是越兇悍 10月最新營收又創下率新高 跟距離比較又成長162% 所以我們當時就跟你講過了 康控的對手機領域的防水性的功能 將會造成在營收面大幅度的成長 尤其對蘋果 iPhone 8以後量身訂做的 那更是不在話下 我昨天不是跟你講過嗎 蘋果的一個手機一年銷售 保守估計都有超過1億隻 這麼穩定成長的一個需求 再加上康控對它量身訂做的 防水性功能 你認為業績會不會大度成長 就是因為業績我看到 它是未來會大度成長了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從97塊錢的康控 沿路的操作上來 對 沿路的操作上來 這就不是空口說白話 過去的證據老同學幫我做印證 未來行情我希望你跟我一起來打拚 能在昨天跟你講 他會轉折向上的分析師 應該就只有在下午 看了懂 看不懂 看昨天的分析 今天亮燈掌影板 其他分析師一定會進來抽熱鬧 什麼是領先市場 看昨天 昨天的康控 我說高支代整理7天 今天會8天轉折向上 就是因為我知道它會轉折向上 所以昨天的康控 354再加碼 收盤363 今天直接亮燈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是不是 對於康控的一個未來的架構 我今天在盤中告訴我們的會員 預計短賣點在兩個時間點 在這兩個時間點 所以其實我在操作一檔股票 對它的後事 我心中有一定的藍圖存在 也就是說因為我知道 它未來會怎麼走 心中有藍圖 所以股票的一個高低點的轉折 才有辦法抓得那麼精準 所以這次的康控 從11月份 到現在已經快要翻倍了 希望多投行情 波段式的一個操作 你跟緊一點 這一檔 郁金光 一樣是平蓋股 10月31號 我說股價來到 6 7月份的鐵板支撐 這是一個買點 加上福爾乾淨 融資有在低檔 整個郁金光第三季 獲利創新年新高 這大家都已知的事實 當時候郁金光說被退貨 市場上預期它的營收 尤其10月營收會盪得很厲害 但是我所得到的一個資料 沒有那麼差 所以我在10月31號 已經跟妳分析過了 所以隔天11月1號 跌逢低可以再低階 而且我跟妳預告 第四季會不錯 縱使10月份會不是很理想 但是11 11 2月份的營收 由於iPhone 10的一個銷售量 非常亮麗 它會表現不錯的數字 在第四季 11月1號講完之後 逢低可以再低階 所以隔天11月2號 318再低階 再加碼 11月3號 339了 你當天所看到蘋果的猜測 真的優於預期 他說今年度的第四季 以及明天第一季 展望都不錯 就是因為iPhone 10 它的一個銷售量 目前來講 應該在蘋果執行長的 預測範圍之內 它是成長 不是衰退 所以11月3號 你看到蘋果的猜測 今年度第四季會不錯 我老早 在11月1號就告訴你 憑蓋股 不管是郁金光還是康空 第一季真的會不錯 所以接下來 今天的郁金光 所公布的10月營收 8.23億 跟上個月比較減少10% 這個也是我本來 規劃好的一件事情 重點是 跟去年同期 它是成長 之前市場上傳聞 它被退貨 所以市場上普遍的共識是 10月份的營收 會跟去年比較 是衰退的 但今天所展示的數字 跟去年比較 是成長12% 而且比上個月減少10% 幅度還要更大 所以今天的郁金光 叫做利空出徑 什麼叫利空出徑 跟你想的不一樣 叫利空出徑 所以今天郁金光 為什麼可以大漲18塊半 所以整個郁金光 其實我講過了 這已經是鐵板支撐了 鐵板支撐 越接近這個位置 你就越站在買幫 所以未來的郁金光 股價將反映 11 12月的營收 這是你應該要事先掌握的資訊 所以未來的行情 不用去管指數 指數 未來會不會上 還是整理完下再上 重要嗎 重要嗎 股票的選擇 才是你的自身關鍵 如果你對於台股 這1600多檔股票 你不曉得什麼股票 是跟康東一樣 未來基本面大幅度成長 會創造倍數利潤的 歡迎你直接加入行列 謝謝大家 再會到節目的現場 閉嘴呢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巴菲特 巴菲特 陳同同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速加專線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都同步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進一定貸出 成功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制兆 帶您領先動輸市場 穩健獲利 不往不利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价值行投資操盤新法 白色金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力氣 一出代手 受用無窮 必須不打入匯村線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這一趟傑敏 在10月26號 出現新天亮的滿點 我希望投票 在今年度的多頭行情 量先價型的概念學起來 對你未來的操作 一定有所掌握 整個一個基本面 我選的股票品質的保證 所以11月23號 一個傑敏 先天亮出來了 發動點的買點 跟我考え 你可以跟我買在69.3附近 這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 發動點買完之後 12345 什麼時候賣 11月1號上禮拜三 傑敏88.5賣 為什麼要賣 市場過熱 上禮拜三 每個人都在跟你分析 MOSFI的概念股票 最近我看到 大家都在湊熱鬧了 人多的地方總是比較危險 先賣一下 88.5先賣 當而交易在88.8 是不是 連張五天 短波段的轉折 剛好也到了 所以這樣一買一賣 36% 沒有錯 傑敏是MOSFI 概念股當中最賺錢的公司 這當然是我操作的首選 所以賺完36%之後 我告訴你還是看好 沒有錯吧 賣完之後告訴你還看好 代表我會接回 隔天來到83 我說會低接 接回吧 什麼時候做接回動作 這禮拜一 80塊半做接回 禮拜一的傑敏 來到10月30號的支撐 這要短線支撐 10月30號的支撐 來了 接 接了之後 當天高低點超過10% 很漂亮的動作 今天傑敏賣 10點46分 為什麼要賣 量不夠 量不夠 整個傑敏 量人不出 雖然高檔震盪整理 沒有量就沒有價 所以我在操作個股 很重視量價的變化 其實在技術分析領域當中 量價是最 你最需要學的一個 技術分析領域 比K線 比所謂形態 跟其他的什麼 格林幣八大法則 其實都要相結合 量價跟這些其他的K線 或是所謂的一個形態 或是所謂的一個 格蘭幣八大法則的 八大買賣點 其實都要相結合 你都要跟量價配合 你對股票的 高低點的一個轉折 才會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今天傑敏量不夠 86塊半以上賣 當中傑敏在86.7 你對時對價 86塊半今天先調節 再賣一趟 尾盤 收84.9 所以今天傑敏 再賣一趟 賣在86塊半 兩趟的操作 怎麼買的 又怎麼出掉的 我相信我全程公開 會員的口訊 我來跟你對時對價 這樣夠清楚夠透明了吧 絕對不是無中生有 一趟股票 如果在兩趟賺超過四成利潤 不是空虛來風 不是空虛來風啊 簡單來講 第一趟 六 九 九 三 賣 六 九 三 買進嘛 沒有錯吧 那買完之後 什麼時候賣 88.5賣嘛 低檔買高檔出嘛 高檔出完之後 什麼時候結毀 88塊半高檔嘛 80.5結毀嘛 那今天呢 量不夠 我再賣一趟 賣在86.5吧 兩趟的一個完整操作流程性 全程公開在全國觀眾 所以我有時候會公開 那個完整的買賣點 而且是當天讓你知道 就是要讓投資朋友去印證 沒有錯 我就是要讓你們印證 印證完之後 下一趟 下一檔好好的跟吧 不要每次看完節目 隔天再去做動作 你真的會來不及啊 你買賣股票各玩我一天 一來一往差兩天 你真的賣富啦 而且你是不是經常抓狗糟糕 傑民 從我六 九 三 買完 到今天為止 86.5再賣一趟 這樣的操作 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超過四成 這是不是真實的績效 望門禮 難道我是每天都在分析 大漲漲停辦的股票嗎 傑民 他有嗎 我們給你一個操作經營 就是如此的一個詳實 非常的詳細 所以怎麼低檔買的 怎麼高檔出的 非常的清楚 今天量不夠的一個傑民 86.5再賣一趟 我是會帶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好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上次的環甲 10月19號84賣掉 3526的環甲 10月14號 跟著一下10月19號 84賣 賣完之後其實還有衝高 其實衝高的空間不大 但如果在這個高點震盪你不賣 今天的環甲剩76.3 我是84賣的 這次的環甲 其實我是兩天就把它close掉 因為是10月18號79.7買的 隔天19號84就賣 所以我操作股票其實非常的靈活 非常的彈性 當一檔股票它的走勢 不符合我的預期 該出我就會出 我不會跟你拖泥帶水 所以這檔萬論也是一樣 你來看一下 10月19號形態突破 萬論買在67.3 而且那時候說環甲賣出的資金 轉買萬論 一檔出掉再換一檔 買在67.3 買完之後25號衝高了18% 我26號76.5賣 這樣一波段大概20% 賣完的一個萬論 我在10月30號也公開 它的一個接回的位置 因為回檔三天只跌 72.9接 接回之後 31號漲了4.1% 那我在11月1號 表現不如預期的萬論 73.6賣 10點22分 當二10點23分 股價幾塊錢73.6 你去對時對價 所以11月1號的萬論73.6 我就賣了 不要等到今天 你才打電話來問我怎麼辦 今天已經盤中看到跌停板 你才打電話來問我嗎 你不會覺得為時已晚嗎 所以操作的一個靈活積極度 我們很清楚 11月1號73.6我賣 表現不如預期就賣 沒有錯吧 我接回的位置在72.9 73.6賣 小賺 總比你變成套牢好不好 11月1號不賣的話 就下來了 今天就剩63.3 差了快10塊錢 所以操盤的一個節奏性 我希望我這邊給予會員的買賣點 你都可以在盤中一起來掌握 有價值資訊一定是盤中給你的 絕對不是盤後 盤後你都看節目而已 你一直在建賞 慶如有這個操盤功力 當你建賞完之後 我希望明天那個盤中抠訊 你可以同步來帶到 你如果有帶到 今天的康控掌停板就是你的 我沒有說錯吧 昨天高姿態整理2467 你去預算從高年下來 1 2 3 4 5 6 7 高姿態整理7天 缺口都沒有跌破 強勢整理 今天是不是8天轉折向上 既然知道今天8天轉折向上 昨天的康控 你是新會員的 我354有沒有告訴你 加碼 今天399 354到399 一張46塊錢 10張46萬 兩個交易日而已 所以我希望今天 所提供給你的這檔 第二季獲利 既成長超過一倍的基油股 這種發動點的買點 未來所給你的波段行情 你要跟我一起來掌握 昨天已經介紹給你了 我選的股票 看一下 既成長率超過一倍 康控 美月營收跟去年比較 成長都超過一倍 有沒有爆發的性 有沒有大波段 所以這張股票整理時間夠久 昨天 這叫發動點買點 昨天買完之後亮燈 今天這張股票 在這裡 漲了4% 今天這張股票 出現新天亮 依量仙價型概念 賺股票 當然還有高點 希望未來的波段利潤 跟欣賞老師一起 共同來掌握 如果還有其他 操作上的疑難雜症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今天請YouTube印通財政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聽到哪裡 看到哪裡 YouTube YouTube日式電視線線上直播 最中心 分析師精準談視解析 水算水看 很方便 YouTube印通財政台頻道 不管是 跟你安賴在一起 巴菲特 巴菲特 陳同同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速加專線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陳同同步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金錢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陳同同步